您說到這 我們正好還有一個問題 也是關於這方面的 綠卡的持有者已經離近超過一年了 下個月想回美國 他說請問近海關的時候最壞的情況會發生什麼怎麼處理 那就是您剛才說的 剛才我說的 最壞的情況 最壞的情況就可能會被綠卡取消 遷送回國 當然疫情的情況有些特殊 所以這種情況還是一樣 如果說對它的這個 那大家還要看你超出多長時間 你的回中國超出多長時間 你的綠卡是否要到期了 或者是已經過期了 這些都要特別的研究 特別的處理的 所以建議這些有這些具體問題的 還是找律師來回答 廣播上不能統一性的回答 這種問題 畢竟每個人的個案 它的情況都不一樣